大家好 欢迎回到梦向编辑部的法庭梦新闻节目时段 继续和大家谈谈这宗食肆高层色界勒索案 今天的日子就是2022年7月17日星期日 今节由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 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赞我们的影片 最重要是帮忙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还有另外两个频道《正向部》加上浪费冷气 都很需要大家支持 有空过去听节目 谢谢 好了 我们继续回来上庭黄沙胆 继续接受控方的盘问 好 那我们一起带他上来 好 他眼神也相当凌厉 是的 我看到这一幅暂时所有媒体都有登过 他一直都戴着这个口罩 但全商始终都没办法知道 可以说算得上是什么 叫做什么 口罩女神 有些人说 哇 戴着口罩很漂亮 拔出来 会怎样呢 可能另一回事都不顶 不过靓不靓呢 各发有各眼 见仁见智 他的眼神也相当凌厉 你会不会被他的眼神勒索得到你呢 眼神勒索 真的好看他的外貌和身材是怎样 我想X应该认为他漂亮 我知道是X先生 还是感觉上的吸引呢 我们不知道 不过去到这个时刻 X先生都想不起 为什么会有想吃的冲动 只能说一句 男人和猫一样 有猫不吃鱼的吗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回来先了 这一宗说要勒索X先生 50万的案件 审得今时今日 似乎是黄沙胆 我们经常叫他沙胆沙胆 原来不是沙胆 是很小胆 原来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在法庭一直哭 是很可憐 最近15号的那一庭 要先后休庭加上5次才行 可能提起一些伤心的事 他就自己觉得自己是被冲的 被撤局被陷害 究竟官信不信呢 对多哭 官就信你 或者觉得你没有罪是被冲的 有没有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说证据 不是说什么 靠哭 现在他表现得更激动 X先生 用这种效果 来让人觉得 他会不会是无辜的 会不会是没有这样做的 是否刺激他 是否刺激他 他有他在庭上的精彩 淒丽的哭哭声 这是一件事 或者哭到站委法官都说要休庭 我想也算是很夸张 可能一只字都说不出那只 要劝对被告 让他避免他的功词会有所令人误会 那个误会的意思 可能连同他的情绪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觉得 到时大吉利士 他做完工之后 就说 哎呀当时我情绪失控 所以我的作工有一部分是不完整的 如果他到时 日后拿来做一个叫上诉理由 也是麻烦的 所以为什么会让他停止这么多次呢 就是这样 好了 回到最近期 这一庭的精彩重点 他经常都说 有一些位置说 哎呀他设局来到想冤我 说我勒索他 就是让我勒索罪成 就要去坐牢 或者留案底 种种不同的事情 就是对他作出伤害 以法律之名 以及以刑事罪行之名 是 没错 但我们尝试这样想 假如你是X先生的话 何必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撤局他呢 现在X先生比七伤权更糟糕 七伤权是什么 一连七伤 即是未打到敌人的时候 你已经伤了自己 这就叫做七伤权 你看现在X先生 他要压上自己的工作 压上自己的前途 甚至乎你的老婆 老婆 是的 是啊 教祖前也有报导说过 X先生很困扰 因为这件案 因为他很想找他老婆在他身边 自从有这件案之后 他老婆就离开了他身边 回了梁家 他情绪受到极大的困扰 就是他自己说 X先生就觉得 他较早前也说过 他最想他老婆回他身边 喂 有没有必要 要设定一个陷阱 让自己这么困扰 对不对 没错 即是你设立局 起码不会让自己 处身于一个危险的阶段 和一个境地 即是这样 其实他老婆也是看到报导 才知道他老公的这件事 甚至乎他报了警 他排了旗等等 都未知 虽然就是写着X先生 但是他老婆也猜到是他的 也知道应该是他 所以就离开了他 还有 如果X先生做的哪一间公司 哪一间食市 其实虽然说一句 虽然媒体不可以透露 不可以报导 其实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因为有法庭不容许传媒报 当然我们不会说 很多人都知道 只是这样说 即使凭着在法庭看到的资料 要去找出来 其实不难 你找到你自己知道 你不要告诉别人 没错 没错 如果是的话 他想写到你恐吓罪成的话 他自己也有可能 背上了老强的风险 而且你现在的行径 对他来说已经很伤 事实上 有没有老强呢 如果你有老强的话 会不会走过这么多次 还有这么久 这个不合理 从这一点就已经 我认为黄沙胆 很不合理 这一点 再者 还要是第一次 你说这么强迫 之后 仍然都跟他甜思思一起合照 很明显之后 可能有一种 本来就好像不愿意 不如后来就觉得 仍然都好像挺好 也很爱他 就觉得没事 还一起上楼莲 这到这个位置 我们觉得非常大的疑问 其实我们在法庭见过不少的案件 都是有类似的裁判的时候 官都会这样说 不合理的程度 要这样来伤害自己 来设置一个这么大的局 可能性实际上太低了 太低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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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号的时候 控方也展示了 被告和事主X先生的WhatsApp对话 好了 还有没有咬 那我们不妨一起看看 他真的能否咬到 咬不到的 女性最强的武器 哭了 哭了 就说到了 被告在去年的9月10日 曾经发了一个讯息给X先生 就是说 给个答案我 要不要我放一些照片去公司 那很明显 那些照片呢 是 这个说话 真的挺有 要挟成份也挺高 对吧 可能要看上文下你才知道 或者会不会是公司的食物相 会不会是黄沙胆 帮他拍了公司的食物相 或者可能同行对手的食物相 要不要放上公司 他可以这样去扭 那照片是什么照片呢 我们从法律或法庭上的观点来看 是可以有得咬的 那被告就否认 是要来要挟X先生 还说当时 是被X先生 在电话里面 言语上刺激他 说X先生问他 是否要钱 亦都表示 会给他分手费 亦都说 这些钱是湿湿碎的 湿湿碎 如果是湿湿碎的话 而且还有他说 他很挑衅地说 类似说 那些相片你放啊放啊 然后 黄沙胆说到这个位置 很难对证得到 因为 WhatsApp来说 好像没有了上文下理 现在黄沙胆以一个口述 说回当时电话来说 他们究竟沟通了些什么 说到这里 似乎又想躺一躺 然后爆哭 情绪相当激动 然后说 哎呀我受到很大的刺激 我心里很痛 这些 很可憐 似乎这句 是否要放一些照片去公司 似乎他也是承认 是和他们两者之间有关系的照片 即是他有问过这个X先生 是否想我放上去 他还继续说 也是坚持说是X先生看钱 和照片 他才提 他也从来没有提过 和要拿钱 所以X先生是给他一个圈套 然后说 我现在才知道 中了他的圈套 哇真是厉害 他回来说 我觉得很恐怖 好像全部都是我做这样 他真是很厉害 不是你做谁做 老实说 就是拿一些合照来做要挟 要是他提出的 对不对 他在WhatsApp里说了 我问 是否要我放照片去公司 这样问 这句话 我个人认为 都带有一些要挟成份 不过都是 要挟成份我占七成 三成可能是激气气话 我就这么看 我自己这么看 假如的 这个X先生不想给你了 或者你都觉得他是一时刺激你 如果你还不断问他 付钱还没有 你再继续说这些说话 某程度上 如果他出现了一个 叫做 一时就二十 一时就五十 人都电 如果我们记住 X先生说得这句说话的时候 他即时对于要付钱 这个黄沙胆是一种压力 为什么他会产生这种压力呢 就是因为他说要放一些上公司 假如 你知道再这样逼他 他也是不会给你钱的 或者你觉得他是吹水 吓你 抛你 说什么给钱 分手费 现在有某些位置 他想做到一种效果 其实我不是想勒索他 只不过他说过有分手费给他 不过黄沙胆在这个位置 WhatsApp露出了一个很大的马脚 就是你竟然 就算他之前跟你说 会付钱来做分手费 但是为什么你要说 将这些相片放上公司呢 你收钱就可以了 对不对 分手费 收了钱就大家以后就各散东西 但不是的 他会提及一些相片 其实这些这么丝密的相片 你自己留念就算数了 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 要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大的疑惑 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七成 要挟成份的这个问题 我明显是 等于这样 他很懂得看的就是 那个身份和那个地位 还有你紧不紧张 黄沙胆也是一个女职员 不做这间就做第二间 谁知道我 你不是 在这间公司这么多年 很紧张 高层 也说公司准备上市 也说他自己的形象 对于公司也是很有影响 所以就不想影响到公司上市 所以他临时紧张 你这么紧张 或者知道他这么紧张 你要挟他 或者用这些相片 或者用他的前途名誉地位 来要挟的话 你是容易得手很多 那当然是他比你更紧张 对吧 对啊 没错 他就没所谓 就算他是有先生 本身结了婚 有先生 他都好像不在乎 反而 X先生 就很不同 过往 虽然他两个都是秘密交往 但当 出了事之后 他老婆离开了 去了 回了梁家 他也表示过 很想他老婆回到他身边 同时 这位X先生也说 很后悔 而且很失落 明显就是 这位X先生 很紧张 他太太 他家人 以及很紧张 他自己的工作 高层 公司就来上市 这种东西 在这样的对比下 黄沙胆 就看来好像在一个较有利的位置 就是在要挟的事情上 较有利的位置 或者叫他炸起来 爆出来 两个哪个伤疾 那一定是X先生的伤疾 那后来又往沙胆 就说 哎呀 他在那里发花瘋 他搞到我 人不像人鬼 不像鬼 整个瘋破 那其实瘋不瘋 就是你自己去决定 是吗 是 他可以不断 可以很平复 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每个人都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不对 除非你是有精神问题 如果你是有精神问题 那就要有精神报告 有医疗报告 对不对 按照情况来看 他是没有精神问题的 他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不对 做一点我都觉得挺有趣的 假如X先生提出给他分手费 亦都要求他从此 在他的生活圈里消失 我们尝试一下 说给你分手费 如果他真的到不给 他是不是会欠了你 其实也不是 我认为 分手费 这些衰点说句 又不是签合约 是随意的 你觉得 很少可以听到分手有价 没有公价的 这些事情 只不过是一个补偿 有些人是透过金钱来补偿 有些人是透过另一些事情来补偿 对不对 这些是没有费 甚至乎 分手就是大家各散东西 大家冒险大家 钱都不用给对方 根本是 我自己之前就是分手 经历过分手 我都没有给什么分手费 这些很个人的 所谓分手费根本就是 没有公价的 都是一场说的 试过有一些情侣 都见过一些类似的例子 例如 男的有供过女的读书 后来就叫做分手了 女的都因为不好意思 大家分手之后 畢竟都叫供书教学一段日子 都有给少少钱给男的 男的可以收 也可以叫做不收 也不能说 女的可能跟他说了 不如我给你十万元做少少补偿 因为当时你都给了钱 我读书 以后我长大了 有钱给你 假如那女的突然说 最近疫情不太好 环境我都不给你 不行 你欠我十万 快点给我 否则把你的照片放上社群 不行 这样就变得了 要挟了 对 其实有点像 现在黄沙胆的情况 等于这样 就算他会给你分手费 他不给他就不给 但如果你提到 要把照片放到公司 那你的勒索成份就出来了 不能说他说不害怕 那我就带他 去WhatsApp告诉他 你这样也可以 太勒索了 不用说 太勒索了 你不能走 你情绪再激动 那你也没意思 也没用 掩饰不了 根本上 不会不关你事 没错 就算他说这些钱 湿湿碎 原来他是吹水的 他接着没有 倒白头片 没有就没有 是吧 是吧 包都养你的 是吧 养你一世 他说养我一世 现在他给50万 当着一世 慢慢撕来用 如果他就说 很多人都说这些话 是吧 跟你一生一世 或者怎么样 可能去到 不知多少年后 又分手了 还是怎样的 你说跟你一生一世 那我接着 有些事情 你不来都可以 你给钱我代替 你不给我 你欠我多少钱 然后又勒索你 要不然 我爆了你什么出去 还是怎样的 把情欲对话都爆了出去 你不能这样 如果是的话 你就勒索了 是吧 没错 你两个人的私事 没有理由拿出来说的 事实上 但是现在就是 黄沙胆 真的很沙胆地说 要拿一些照片出来 这个有WhatsApp 一句说话 证明了 他是有这种意图 对不对 有什么理由要拿出来 你说他自己很爱X先生 那怎么会拿一些私物照片出来 是 你自己知道直播率高于不高 还有如果弄一些圈套出来的时候 你没理由把自己害到 那圈套 我没有理由 我挖个洞出来 然后上面铺一些和港草 然后引你下去 那我不会拖住你的手 拖到你和我一起都拉下去 没错 我一定会 诶诶 诶 前面的地上也有一千元 快点过去收拾 我把鞋带 收拾到分一半给我 你等他走去收拾 你不会 咦我和你一起过去看看 咦 一会跌下去 跌到屎堂里 不会的 通常叫他跌 对不对 那就走 不会自己跳下去 这件事太不合情理了 而且你想爬上来的时候 就继续扯下去 整个丰库 你看五夜空灵 你也见了 引他去到井里 推到井里 带他去的 对不对 是呀 没错 有点柚子跌下去 喂 你有没有事啊 那些你来陪我 不会的 神经病 那我们来看看 下个星期 应该直接来说是今个星期 就看看继续怎么收拾下去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